两个抓鱼大明星 雨后的空气真新鲜 大头儿子 委屈爸爸咱们去郊野公园玩 好 好吧 小头爸爸 你看 这水洼里有小鱼 真的是鱼 不过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我猜应该是昨天晚上那场大雨过后的原因 下雨的时候 湖水因为雨水的加入湖面会随之升高淹没湖岸 小鱼游到了湖岸 可是雨停以后湖面下降了 恢复到原来的高度 有的小鱼就留在湖岸上的小水蛙中了 我明白了 大头儿子 这么好的机会 你要不要一起玩 来玩泥巴 抓鱼好不好 当然要玩 孩子 就没有长大的时候 玩泥巴怎么就玩不腻 大头儿子 你去看看爸爸的后面箱有没有抓鱼的工具 好 嘞 大头儿子 找到工具了吗 捞鱼网 太好了 爸爸 爸爸让你看看我怎么把你那个鱼捞出来 快把捞鱼网给我 好大的鱼 大头儿子的鱼网也太大了 小头爸爸 我只找到了这个鱼网 你们爷儿俩慢慢抓 我去准备吃的了 委屈妈妈放心 大头儿子 准备好了吗 快点 好嘞 太多鱼了 委屈妈妈赶快拿一个大桶来 快点 好嘞 快拿桶 小头儿子 小头爸爸 你们说的好多鱼呢 都跑了 怎么办 虚张声势 小头爸爸 红烧鱼吃不上了 咱们小的别的办法 不用 小头儿子 我的泥巴围墙完毕 爸爸的鱼堆好了 这个口呢 这是城门 一会小鱼们会从那边游到这边来 小鱼们会听话吗 当然只有咱俩配合好就行 快跑 趴洪水了 小头爸爸 鱼泉都跑进去了 看我的 大头儿子 别着急 还吹着气 还没到抓鱼的时候 你看 脚 这叫浑水摸鱼 你懂吗 怎么样 爸爸厉害 超级厉害 我也要浑水摸鱼 你们爷儿俩还真能抓到好多鱼 那当然 晚上有红烧鱼吃了 真是谢谢你们了 你们要干什么 拿回我们的鱼 昨天的大鱼把我们郊野公园水库养的鱼都冲出来了 还好有不少热心游客帮我们收回被困的鱼 这就是其中两位浦鱼大明星 两位浦鱼大明星 你们要对观众说些什么吗 这是应该的 来 妈妈唱不停 菜婶 听到这些了 菜婶 是维俊 刚才听歌听得太入迷了 没听到 菜婶 你听什么这么入迷 是个唱歌软件 你看 能跟着唱歌可好玩了 这还真的是挺好玩的 我回去也来玩一玩 好 到时候咱们一起唱 糟糕 小头爸爸 我们又闯祸了 没关系 大头儿子 你的妈妈带着耳机的 她没有听到 我们在她发现之前打造干净 好香 小头爸爸 维俊妈妈一天都不理咱们了 一直在唱歌 是啊 反反复复复就这一句耳朵都听出甲子来了 这钱财献死人了 大头儿子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维俊妈妈停止唱歌 变回原来的维俊妈妈 是 小头爸爸 怎么了 小头爸爸 维俊妈妈 我和大头儿子听到你的歌都太优美了 来给你送礼物的 礼物 对 维俊妈妈 我画了一幅你唱歌的时候的画 这个送给你吧 好吧 原来我的歌声这么好听 能让你们一起送我礼物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我的歌声 那我以后就天天唱给你们挺好了 看来假装心里上也失败了 小头爸爸加油 我们再想一个办法 大头儿子 妈妈给你表演个节目 就不要看电视了 我爱唱歌 委屈妈妈 小头爸爸叫我了 我先过去了 我爱唱歌 我爱唱大家都会听的歌 维俊妈妈 该睡觉了 小头爸爸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我们给维俊妈妈报一个音乐班 那样她在音乐班唱累了就不在家里唱了 这真是个好主意 大头儿子 维俊妈妈 我和大头儿子给你报了一个音乐班怎么样 要不要去试试看 太好了 正好提高一下我的演唱水平 耶 成功 我爱唱歌 我最爱唱歌 是谁在唱歌 谁在唱歌 睡觉了 真是的 怎么睡觉了 来了 是月儿老师 委屈妈妈 我是想跟你说一下 大头最近在幼儿园里精神很不好 总是打瞌睡 是吗 大头儿子在家都很乖的 从不熬夜 月牙老师 你还没听过我唱歌吧 我先唱一首给你听听怎么样 还是不了 我就是过来跟你反映一下情况 你多关注一下 等一下再走吧 这是我新学的 维俊妈妈 你唱得很好听 我要走了 幼儿园有事情 好吧 再来 我下次再给你唱 怎么月牙老师这么一会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 月牙老师说大头最近精神不好 我最近也画不出图纸被催公 小头在家吗 来了 小头 是维俊一直在唱歌吗 是毛叔 能不能让他别唱了 实在太扰人睡觉了 就是 大家晚上都不能睡个好觉了 我白天想补个觉都不行 大家对不起 我会劝他的 真对不起 大家的意见我都听见了 都怪我经常唱歌才会导致这样的结局 没关系 只要你克制克制自己就好了 委屈妈妈 我们都喜欢听你唱歌 只要不是每天听就好了 大头儿子 你们俩在干什么 我和小头爸爸准备了一首歌 要唱给你听 小头爸爸 准备 唱 你们唱歌太难听了 不行 你想听完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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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